当地时间周二 南非约翰内斯堡质库 一期科维茨家庭基金会 发布了非洲青年调查 对16个非洲国家5600多名 年龄在18至24岁的受谎者的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仍然是对非洲青年 具有最大正面影响力的非洲以外主要国家 82%的受谎者认为 中国对非洲大陆的影响是积极的 而认为美国具有积极影响的为79% 美媒称此次调查在覆盖范围和规模上 都是前所未有的 恒博社报道引述报告内容称 中国产品的物美价廉和基础设施投资 是非洲青年产生积极看法的主要因素 而提供贷款和经济支持 是年轻人对美国持积极看法时 最常提到的原因 报道指出 于2022年进行的上一轮调查中 中美两国在非洲影响力上的占比数值 都有所增长 但这一调查结果表明 在非洲大陆被忽视多年后 美国及其一些盟国试图与之重新接触 仍面临障碍 美国为提升其在非洲大陆的地位 而采取的行动具有局限性 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启动以来 中国在20多年来 帮助多个非洲国家建设了 从发电站到水坝 公路的各类基础设施 西方国家现在才想起来 要重建与非洲大陆的关系 而他们这么做 更多的是看上非洲拥有着对能源转型至关重要的全球最大矿产 一个年轻且不断增长的消费市场 以及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拥有的54张选跳 而这也正是非洲青年在面对外国影响时最担心的问题之一 他们担心自己的国家被外国公司利用 特别是他们天然矿产资源的开采和出口 非洲人民得不到任何更多的好处 报告写道 报道还提到 对非洲青年人来说 欧盟的受欢迎程度不如美国 73%的受访者认为欧盟国家对非洲具有积极影响 这一比例高于法国 但落后于英国 虽然俄罗斯在非洲的影响力排名远落后于中国和美国 但将2022年的调查结果及占比有所提升 同时他在南非和马拉维的影响力增长较快 综合美媒报道 此番对于非洲青年群体的调查 无论是在范围上还是规模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面向的非洲国家包括 博茨瓦纳 卡麦隆 乍德 甘果布 科特迪瓦 埃塞俄比亚 加鹏 加纳 肯尼亚马拉维 纳米比亚 尼日利利亚 罗网达 南非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等